台湾渔船广大信号的船长 遭到菲律宾海防人员射杀 那么菲律宾的司法部也认为是执法过当 今天向法院控告了 非国的八名海防人员杀人罪 其中两个人被加控妨碍司法的罪名 不过他们也强调 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的渔船 以后可以到非国的海域来捕鱼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